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老师将大家一起揭示他们的秘密 在这张图中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他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地图有些不太一样 我们平常地图的顺序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而魏老师今天所展示的这张星图呢 却是上南下北左西右东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内容 学看星图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中国的地图的顺序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而星图呢跟他恰恰是对应的 那么就在图中 魏老师所展示的一个人 在仰望星空的时候 那么他头顶上 那么正中天 那么在他身后相对应的 如果他是面向我们地理上的北方的话 那么他的身后应该是南天极 而在他的脚下 在我们可以说是天地交界的这种区分 那么也是叫做北方的天空 而东方和西方呢 在天空中呢和大地对应就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在古人绘制天图中呢 或者我们说在古人绘制的星图中 大约是面向北方来仰望星空 所以后来呢 我们大家也熟悉的一句话 就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那么星空上到底有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 由今天天文爱好者们 结合中国古代的天文知识 和今天的天文观测 绘制的一张星空图 那么在这张图中 同学们会看到三个圆圈 那么其中黄颜色的圆圈呢 我们称其为黄道 而白颜色的圆圈呢 我们称其为叫天球赤道 而中间的一个小圆圈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北天极 那么这三个名称是怎样确定的呢 这还要从我们古代 到今天天文学的常识演变来说 今天同学们都知道 我们地球呢 是围绕着太阳来运动的一个星体 在我们地球自转 那么是一周 我们称之为一天 而在它公转的一周呢 那么我们称之为一年 可是在中国的古人 他们眼中 其实大地没有变化 恒久不动 而在天空中的日月 其他星辰都是在围绕着大地来转动的 所以他们看到 太阳虽然每天是东升西落 但是每天都有稍有偏差 而一年呢 太阳的位置 除了每天的变化规律以外 也会有一个变化的规律 所以古人就认为 这是太阳运转的规律 实际上我们今天都知道 这是我们地球 在公转太阳过程中 造成了一个 与太阳角度的偏差 所以古人就把它称为叫黄道 祭祀就是太阳运转的轨迹 而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看到叫天球赤道 这又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在大地的边缘 也是我们今天地理知识 认为我们整个地球 最长的这个周长 我们叫它赤道圈 而在中国古人的想象中呢 如果大地的边缘继续向外延伸 达到一个天体的一个边缘 我们称之为假想的天球 而跟天球相接触的 这个扩大的大地的边缘呢 我们称之为叫天球赤道 所以这样呢 天球赤道和黄道 他们在古人的想象中 就有了交叉 那么这两个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重要的节气 春分点和秋分点 天球养能力 Les舍过的 都不能跟天球赤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